在1955年的一个晚上 布朗博西在外面发现了一个墓碑 上面竟然清晰的写着 自己早已在1885年死掉了 博西很震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现在明明活得好好的 想了解一切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看完哦 上一部中 马丁与博西费了九年二虎之力 终于成功抢回了 记录着所有比赛结果的运动年间 脸然性冲冲的 准备回到属于自己的时空 结果一个闪电 瞬间间博西雨漆光机 一起批到了另外一个时空 马丁直接扔在了原地 不知所措 这时一个无比敬业的游地员突然出现 还将一封信交给了他 从这封信中 马丁得知 刚刚那个闪电 直接将博西批到了1885年的老西部 西光机被闪电批坏 变得无法启动 博西只能像这样他藏了起来 然后在老西部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将坏的西光机所在的地点写在了信中 以便未来的马丁能够重新找到他 还要马丁去找现在西空的博西 让其将西光机修复 这样他便能直接回到属于自己的西空了 博西在信中写道 自己很喜欢西部的生活 让他不用来接自己了 马丁认真的看完了信 直到当下最重要的 是先找到这个西空的博西 以后再让他与自己一起 去找信中所说的 那台坏掉的西光机 不得不说这个西空的博西真是够忙啊 先是送走了属于未来的马丁 紧接着又来了一个属于未来的马丁 博西表示自己真的很累了 所以当马丁又一次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博西选择直接晕倒 第二天醒来 马丁对博西解释了事情的经过 博西表示 虽然我很累 但我还是很愿意帮忙的 于是乎 两年就这样 又一次踏上了寻找西光机的路 根据于1885年 博西信中的集系 两人没费多大力气 便将坏的习惯机挖了出来 就在两人准备回家 集系研究 怎样才能将其修复之时 博西的狗狗突然停了下来 还用小爪子 不停地扒拉着一块墓碑 好奇的马丁上前查看 结果发现 这什么情况 这竟然是博西的墓碑 最最重要的是 这个墓碑上写着 博西去世的预期 竟然就是写完信的第二天 这美好生活才刚开始 就领合翻杀线了 其实受不了这样的细袭 马丁决定更改一下路线 不听博西在信中的劝告 先去一趟 1885年的老西部 不管怎样 都要先将博西救下来再说 马丁将墓碑拍了下来 然后与现在时空的博西 一同回去 尽全力 拯救坏了的西光机 一顿乱七八糟 普通人绝对看不懂的操作后 西光机终于可以重新使用了 两人间穿越的时间 设计成了博西被杀前五天 五天的时间 足够马丁找到博西 然后带着他一同 穿越回到属于他们的时空了 一切准备就绪 然而现实总是能带给你许多惊喜 这位男子名叫马丁 他在布朗博西的帮助上 成功从1955年 穿越回到1885年 一来到这 他就被一群印第安言追杀 然后又遇上了一只无比凶狠的大黑熊 西光机的油管也破掉了 满满一车的汽油锁上无几 更倒霉的是 马丁慌乱逃窜时 不小心从山上摔了下来 直接晕倒 但幸运的是 他被自己的祖父捡了回去 还细心的照顾了一小会 去日 分了花里胡哨的马丁 晃晃悠悠的来到了城镇中 准备寻找一下博士 还不知道这里有多危险的他 先是来到了一间小酒吧 然后又非常不小心的 得罪了这里的小恶霸 被其骑着马拖着走 真是遭了不少罪啊 甚至还差点丢了小命 好在关键时刻 博西出现了 他用强枪逼退了小恶霸 老鼠人见面 真是既高兴又兴奋 博西将马丁带回到自己的住处 马丁兼他照上来的墓碑照片 拿给了博西查看 博西瞬间懵了 看着墓碑上写的旗与时间 他知道杀是自己的 很可能就是刚刚那个小恶霸 而他被杀的一期 竟然就是下个星期一 西间紧用物重啊 想要活命 就得赶紧坐着西光机逃啊 但问题又来了 西光机的汽油漏光了 现在根本开不起来 而现在这个席 又根本没有汽油 速度不达标 西光机便不能顺利穿越 珍惜一环扣一环 令人头痛不已 换成普通人 可能真的就得一辈子 生活在这老西部了 但我们的博西是一个超级无敌老天才啊 看着呼啸而过的火车 一个主意 瞬间窜到了他的脑海中 没有汽油 西光机就不能自己开了 那他们就利用开的最快的火车 让火车推动着西光机 不就万事都OK了吗 规划好西光机要走的路线 统计好西光旅行所需的物品 然后就能开开心心的回家了 真是想一想就令人兴奋 然而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 两人这面刚设计好一切 那面 博西就遇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 扎尼娃 脸人迅速追悠爱河 感情已不可控制的速度发展着 博西还与扎尼娃一同去参加了周末舞会 脸人跳着欢快的舞蹈 气氛真的好得不得了 但不速之客小欧巴突然出现了 他用偷偷带来的枪 威胁着博西 说要让他上线去吃喝饭 引荐者小命要命 关键时刻 马丁集中生计 用一个飞碟成功将其救杀 小欧巴一看我去 这不是前两天刚刚有到我的小混蛋吗 他当下就约马丁 说要在星期一早上七点进行决斗 这星期一早上八点 就是两人准备回到未来的时间了 哪有多余的时间 再跟小欧巴决斗 马丁十分无奈 但又没办法在众人面前拒绝挑战 只能将决斗的时间推移到了八点 反正到时候两人已经走了 就让小欧巴跟空气决斗去吧 星期一的晚上 马丁与博西一同将西光机 移到了既定方位 两人忙忙叨叨的布置着一切 博西却突然说自己不想走了 因为其在舍不得心爱的姑娘詹妮娃亚 马丁被博西的想法杀了一跳 只能对其进行劝输 最终还是说服了博西 欺落的博西找到了心爱的姑娘詹妮娃 与其进行了告别 詹妮娃不太懂博西口中所说的 那些关于未来的说起 他只认为这是博西想分开的一个借口 便伤心的将其赶出了门 伤心欲绝的博西 只能来到城镇中的小酒吧 要了一杯福特扎 一做就是一晚上 第二夜清晨 醒来后的马丁发现博西不见了 他急急忙忙的跑到了城镇上寻找 最终在小酒吧里找到了博西 然而临行前 博西竟然冲动的喝上了那杯烈酒 然后就急急的倒了下去 这眼见者就要到八点了 马丁真的着急不已 他与酒吧老板一起想着办法 想将博西唤醒 可博西还没醒 小恶霸先找上了门来 他在门外大放崛起 说要与鸡战斗 马丁并不想与鸡纠缠 便炸着迷迷糊糊的博西 想悄悄的逃走 可是 两人还是被小恶霸的手刹发现了 马丁躲闪到了一边 头脑不太清醒的博西 被小恶霸捉了回去 小恶霸用博西的性命 逼着马丁出来与其进行战斗 马丁技技 技技根本打不过小恶霸 现在出现恐怕是松多吉少 但博西的命 又握在小恶霸的手中 真的是太难了 思考再三 马丁还是选择出来 击面小恶霸的挑战 他想与小恶霸来一场拳脚大战 但小恶霸可不是什么体面的人 他极想赢 所以 当马丁一样掉了枪之后 他直接选择一枪将其打死 小恶霸开开心心的 来到了马丁面前 刚想得色一下 已经洗了的马丁 又突然站了起来 原来 他带着防弹衣 他将小恶霸打得措手不及 处理好这一切 博西与马丁赶紧骑上了马 前往火车所在的地点 一切都进行的非常顺利 连人成功截上了火车头 又成功让火车与虚光机会合 马丁坐在虚光机上 观察着数据 博西坐在火车头里 往里面扎着特殊燃料 火车的速度渐渐扎快 博西也准备一点点移到西光机上 这时 扎尼娃突然出现了 他知道了博西 昨夜与其告别后的苦闷 知道了博西 是真心喜欢着他 也是真的舍不得他 所以他追了过来 看着心爱的姑娘 博西终于杀了决心 要带着他一同回到未来 西光机的速度越来越快 博西与扎尼娃拼尽全力 向西光机靠近 但还是晚了一步 最终回到未来的 只有马丁 重新回来的马丁 看到了重新恢复正常的程序 都还健在的渣人 以及心爱的女友 只是 博西不在了 他永远的留在了老西部 再也回不来了 不过 事情真的是这样子吗 当然不会是这样 如果是普通人 确实是真的再也回不来了 但这可是博西啊 能力无限大的博西 就在马丁奚落地 心念着博西之时 一个改装过的火车头 突然横空出现 是的 这个火车头 就是全新的西光机 能开着他的 既然就是无所不能的博西了 与博西一同回来的 还有扎尼娃以及两个孩子 博西将自己与马丁的合影 送给了他 然后又带着老婆和娃 回老西部玩去了 一切都是那么那么的完美 每个人都拥有了幸福的结局 基于未来到底会怎么样 还是由他们自己一点一点的过去吧 你们觉得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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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